各位現場我們所有乙和養綠的支持者 還有我們的正在絕食的漢亭 大家好 我們現在是九點左右的時間 我是徐曉星 那我們今天呢 現在齊聚一堂喔 來直播 那麼 紅漢亭呢 他已經絕食了第151個小時 那我們今天都到現場來看他 那主要呢 就是還是一樣再次強調我們的訴求 就是這兩萬多份的民意喔 他應該要進入到中選會 以和養綠的公投一直以來都是用最守法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夠反映民意讓我們台灣的人民 自己去決定到底我們何能的運用 能源的方向要往哪一個地方去走 那麼沒想到喔 在中選會原本一開始電話上面他說可以送見 但是後來呢又說我們不接受 還說這是叫做不見 我們不接受 那中選會的主委呢 也從那天開始之後就沒有從正門出現了 因為大家都在正門 不管是絕食 或者是抗議 或者是說在這個地方聚集 那都沒有再看到他 那麼一開始是黃世修 世修在這邊絕食抗議 那還有廖彥鵬在這邊絕食抗議 那還加入了納布朗女士 還有呢 現在在現場的侯漢婷 那我大概是在八點多左右的時候到現場來 也跟漢婷聊了一下 那他說 其實絕食真的是很累 所以對我來講我是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那我也盡可能的在所有我能夠接觸到民眾的場合 不斷的告訴大家說 在中選會的門口 有一群人真的很辛苦的在抗議喔 那漢婷要不要跟大家說一句話 跟大家好 然後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現在的狀況 就是前如果說前兩天 其實前兩天我還只是虛弱 但是從今天下午開始 然後很明顯感覺到不舒服 對就是各種不舒服 然後腦子有點脹 有點暈 然後 有點 語無倫似 但是 我的不舒服 沒關係 我會讓民進黨政府到2020年都很不舒服 我也希望 所有這兩年以來 被民進黨搞得不舒服的人 讓民進黨 整個政府 到2020 都很不舒服 然後 謝謝小青 特地前來關心 他來的時候其實我嚇一跳 就是 當然一方面是我們其實很有私交 就是本來就很要好 但是因為 大家知道就是 畢竟我們是不同的政黨 其實在 這個整個抗議活動 整個絕食過程當中 我沒有提到 黨或者是 我的參選或什麼的 因為我不希望 就是模糊掉整個 以和養綠跟公投 還有民主法治的焦點 但是小青來讓我很感動 就是呢 正因為我們是不同的黨 更加可以證明 其實我們捍衛的是同樣的一個理念 也就是要求 民主跟法治 要求政府守法 所以 也希望 不論你是哪一個黨 或者你是國民黨的誰 不要因為看到 我侯漢停在這裡 你就害怕或者是不敢 或者是不願意來聲援這個活動 我不希望因為我個人 而影響到這個活動 最純粹的理念的訴求 當然 如果你是民進黨的 更歡迎你 也能夠 覺醒的良心 加入到 捍衛我們 民主法治 這樣一個簡單的要求 更歡迎所有 無黨無派的人 只要當你 去了解一下 不是 當你 稍微詢問 為什麼這裡會有人在 絕食 而且是 接力的 絕食 你得到的答案是 我們絕食只是要求政府合法 那 我相信就會有越來越多 不分政黨 不分顏色 無黨無派的人 都願意 加入到我們的行列 呃 抱歉 我有點不舒服 先這樣 我跟漢婷認識很久了喔 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身體這麼不舒服的狀態之下 那跟大家還來做分享 那我想再簡單跟大家說明的事情是 就是 這個公投喔 他不是任何一個政黨所發起的 他跟政黨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管你今天是什麼政黨的 國民黨 新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台聯也好 不管你是支持何能的 反對何能的 其實你都應該要支持讓這兩萬多千份的 電數書 能夠進到中選會裡面 因為這跟政黨真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甚至跟你知不知識何能喔 也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 你可以投反對票啊 你可以不同意 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跟訴求啊 那我 我很難過 但是我同時卻心情很複雜也很感動 有這麼多人 在此時此刻還在為兩萬多份的民意奮鬥去努力 很多人他們口口聲聲說的說 民意很重要 我們感謝民眾 我們謝謝民眾 我們拜託民眾 投我一票 然後贏得政權 但實際上 他連兩萬四千份的民意他都不尊重 連 人民 我覺得他們其實也沒有真的有什麼樣的感覺 這些日子以來大家也進了 世修也進了醫院 漢婷現在 狀況也看起來也並不是說很好 那麼 也沒真的見到什麼樣的人來關心 這個議題 感覺都是覺得說 盡可能的去邊緣化 不要讓新聞媒體有曝光 不要讓這些人 被更多的人看到 不要讓這些訴求被更多人了解 就可以了事了 感覺就在我們之間架上了更多層層的巨馬跟蛇龍 把其他的人跟我們越隔越遠 越隔越遠 越隔越遠 之後 就可以裝作沒看到 可是是這樣嗎 能源的問題還是持續著啊 在我們與此同時 還是一大堆人在家裡吹冷氣 在耗電 在耗能啊 然後在與此同時 我們的綠能 他還是沒有辦法去供應整個國家充沛的電力啊 在與此同時 台積電還是依然在投資更多的產業 為了要鼓勵我們的勞動力 然後鼓勵我們的產業GDP的發展 他未來他會耗更多的電啊 現在是如此 未來更是如此 用電力只會持續的成長 如果你不相信我們在座各位 你應該要相信唐獎的得主吧 你應該要相信這一些 真的非常非常具有國際 大家都公認的人士吧 所以我今天來 剛剛漢婷講說 我們政黨立場不同 So what 就是更因為如此 我更應該要來 因為我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這真的跟政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今天有民進黨的朋友 支持台獨的朋友 台聯的朋友來到現場的話 我一樣會跟他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家一樣會一起跟他 一起共同聲明的這個議題 證明這件事情並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其實是一個民生的議題 他其實不是立場的問題 他是民生 他是選擇的議題 他更是一個民主的議題 在台灣現在大家已經倡議這麼久了 我們是民主的社會 而且我們11月24號要投票 世修跟我們談過 如果連這個公投24000分 他都沒有辦法依法送到中選會 那你怎麼告訴我們說 11月24號的所有 不管是公投或是其他 市長縣市議員里長的投票 一切是公平公正的呢 我們又要怎麼知道呢 所以今天喔 來到現場關心漢庭 也是跟各位好友相聚 那大家都是我覺得非常敬佩的人 在這個議題上面 每一個人都做得比我還多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記住今晚 大家一起在這個地方 為了一個議題共同的去努力 然後為了國家的前途 為了我們所相信的理念 為了真實的科學 一起去奮鬥 那繼續堅持下去 那我想世修在我旁邊 大家好 那漢庭其實從昨天開始 他的狀況就有點不太好 那我今天中午的時候來看他 然後去辦一點事 中午的時候他還OK 不過我辦完事回來之後 大概在傍晚的時候吧 漢庭有跟我說他真的開始覺得不太舒服 那我跟各位說明一下就是 我們明天早上會去高等行政法院開假處分庭 但是這個假處分 我不會說一定預期他成功 因為就往年的經驗來看 這種申請假處分的成功機率並不是很高 只是說我們願意嘗試一下有司法的路徑 看能不能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還給台灣一個乾淨公平的選舉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兩萬四千份送進去 然後順利的成案 讓年底讓大家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那我下午回來的時候我跟漢庭說了一下 我說原則上我希望你在今天晚上 大概滿150個小時就先停 因為我知道你今天身體狀況已經不太好了 那你不需要像我上次一樣被抬到對面去急診室 那漢庭是跟我堅持說 他一定會撐到明天早上 那明天早上是九點開庭 我大概八點左右就會來把漢庭帶走 但剛才的時候晚上的時候 漢庭又說他又不太舒服 所以其實我還滿擔心他的情況 那今天這個直播就是 因為滿150個小時 那漢庭說他想跟大家說說話 然後我今天也跟巧欣說了一聲 那巧欣馬上就第一時間就趕過來 那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在公投推動連署的時候 其實巧欣第一時間就私底下的幫忙 那他很低調 所以其實你們很少在我們的公開活動上看到他 但其實巧欣他其實從第一時間就幫我的忙 然後他也開放他的服務處 當連署據點 那私底下也幫我們協調很多 關於一些活動啊或是什麼之類的 他都其實都很幫我們 那我一直想邀請巧欣來跟大家露露臉 跟大家打個招呼 那之前巧欣都很低調的 就是說晚上突然來 然後看一看 然後簡單聊一下 他就走了 那我對他也有點虧欠 我覺得他真的幫我們很多的忙 然後又那麼的低調 那包括這一路走來 其實有很多的 就是其他的一些議員啊 立委的一些朋友 其實他們也都是私底下默默的關心 那我真的覺得很感謝這些朋友們的幫忙 我真的很感動 那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是這樣子啦 我們會加緊的監督 漢婷的血壓心跳 體溫等等的數據 如果有任何的變化 到了送一個條件 我會下令直接把漢婷送到對面去 對那雖然漢婷說他希望堅持撐到明天 但畢竟生命健康是第一優先的 我不希望出任何的事情 我們今天在這邊絕食是為了要表達 對於政府對於選舉的舞弊跟違法 但是我會把每一個人的健康跟身體 放在第一絕對用先考量 所以請大家不要擔心 我會好好看著漢婷 那事實上我們前幾天也有其他的 漢你還好嗎 送什麼衣 沒有 就是 明天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只是不舒服 然後 我要講什麼 開庭嘛 然後你會帶我去嘛 然後 好啊 最好就是 倒在法庭上 然後 不要搞什麼 這個覺得數字不對 就強制送衣那一套 就像 就像你那個時候 我們抬你 你也說不行 你還可以撐得下去 對 所以 也可以撐得下去 就是 我們就是要讓 就是 如果你 還可以撐 就被抬走 民進黨就覺得你 玩假的嘛 我們就是要 跟民進黨政府 今天有一個黃世修 侯漢廷 還有 很多人 我們是願意 跟民進黨政府 玩命 我們是願意跟民進黨政府 玩命 所以 不要什麼 我還可以撐 就把我送走 沒有這回事 對 然後 當然 謝謝世修 跟 謝謝小青 好啦 我可以體會和你的心情 因為 當時 我 也是 拒絕送衣 後來被 彥鵬下令 抬走 我 我當然不希望我的兄弟出事 但 我 我會處理 我會判斷 我們希望明天能夠 平平安安的開完這個庭 那 假處分這件事情 其實 我沒有抱著一定成功的期望 我只是希望說 如果 這一次成省的法官 能夠去理解到 這段期間以來 中選會主委 陳英錢 不斷的違法的放話 提前我們的期限 以及中選會 耍的一些小手段 一下子說 同意收件 一下子又拒絕收件 公然的違法亂及 甚至在一些 選物跟選制上 都已經要 公然的舞弊 我們現在期待的是 民進黨 真的拿出你們僅存的良知 我們求的只是一個 依法收件 依法審查 10月16號的審查委員會 會 是關鍵 我們希望 中選會 提供 真正的數字 給審查委員 讓審查委員做出判斷 都我們相信 不管是三十一萬份 還是二點四萬份 加上去 我們一定能夠 成案 我們相信 我們希望10月16號的審查委員會 會議上 能夠給我們一個 公平的選舉 那明天的家屬分庭 我們也希望 成省的法官 能夠明白 這段期間 中選會的違法的打壓 跟公然的違反行政程序 給我們這樣子的差別待遇 以及侵害掉人民的權利 如果假處分能夠成功 那真的是 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們終於從 法律上 司法上 給他們正義的一擊 然後我們大家會給 開開心心的回家 平面安安的回家 讓我們一起迎接 10月24號 選擇的機會 但如果 結果不如預期 就是 他可能覺得 這件事情 並沒有急迫性 那這個家屬分可能就下不來 那如果下不來的情況下 我們也會 持續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覺得 這是我們身為 平凡人 一個守法的公民 能夠做的 最後的事情 我真的希望 無論是民進黨也好 無論是中選會也好 或者是無論是 高等行政法院也好 無論從政治上 還是司法上 都能夠 給台灣一個 民主法治 的一個期待 總之 明天早上 我會把漢廷帶走 八點 八點 我就會把漢廷帶走 那希望一切 希望一切順順順順順 不要出任何事情 那明天下午 我們會 我們會 再度召開一個記者會 做出一個正式的聲明 那我們會說明一下 接下來我們該做哪些事情 一直到10月16號 或者是 11月24號 好 那相關的事項 我會在明天下午 跟各位解說 那總之 我們希望今天晚上 它可能是 最煎熬的一個夜晚 但是 黎明來臨前的 黑暗是最深層的 但我相信 太陽有一定會出現 好 我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那 小心有沒有什麼用 最後簡短補充一下 我們在這邊 不是一個人 或是我們兩個人 三個人 或是30個人 一百個人 大家身上 承載著是 也不是兩萬多人的意志 是三十多萬人 所以當漢廷在這邊 絕食的時候 就算你覺得很孤獨 有三十萬的人在幫你加油 他不只是 什麼選一個里長的選區 選一個議員的選區 他是三十多萬的人 在幫你加油 他不是一個政治 不是一個選舉 雖然他是公投 但他是三十多萬人的 連署一直在支撐著 每一個絕食的人 或是每一個志工 在這邊 一起努力下去的人 最早的時候 第一天晚上 我看到很多朋友 都在現場了 所以呢我也沒有來 我是第二天的 第二天的下午來的 第一天晚上的時候 就有好多我的朋友說 一定要去 他跟我們講說 今天沒有看我 所以你一定要去 我說我知道 因為很多朋友都到了 我想說明天 可能人比較熟 明天去 也幫大家做一個接力 因為我比較常 參加類似這種 活動 那我大概知道 要一直接力下去 是最重要的 那 這麼多 朋友們 圈子們的人 都不斷地去 說一定要來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他看中的不是政治 他看中的不是選舉 他看中的不像民進黨 所看的這些東西 就是這麼的表面而已 他看中的是每一份 大家所簽下的簽名 大家知道 你要連署要提供 身份證字號 在台灣 大家很重視隱私權 他要提供出一個身份證字號 對他們來講是很隱密的事情 以和養綠的公投 我印象中 因為我們自己服務站 也有做連署 印象中 一開始 並不是很多人來簽署 可是在最後短短的 幾個禮拜的時間吧 那個數字的成長幅度之大 那就是代表 大家真的是 很希望 30多萬的人 都希望這個公投 能夠送到中選會 然後呢 讓大家在年底去投票 所以我只是想要 簡短的告訴大家 這不只是我們在場的人而已 那是30多萬人 對這一次選舉的公投的期待 所以呢 不管是今天 或是明天 或是在聲明之後 或是這個議題 能源的政策 11月24號之後 我希望我們30多萬人可以 不管你的立場是什麼 統獨也好 其他任何議題也好 但是在核能這個議題上面 能源這個議題上面 我們30多萬人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是要攜手 繼續面臨下一個的每一個的挑戰 為了我們所愛的國家 好,那 感謝各位朋友 請各位祝福我們 今天晚上 能夠平平安安的度過 明天 我就會帶著漢婷 期待司法 給我們所有人 一個公道 跟 選擇的自由 讓我們一起 祈禱這件事情 能夠 圓滿的 完美的結束 謝謝各位 恩 恩 沒有,因為剛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 可以 沒有,剛剛 恩 恩 巧心虹说的话 对就是因为 在三十万份里面 也有我们 亲自到街口去演讲 也有 亲手在我面前签的 也有亲自到我 办公室 前面来签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 跟义务 我们有义务要 兑现 我选民的承诺 所以 这是应该的 明天在法庭上 就算倒下了 或者是 接下来倒下了 但是我相信 还会有更多人 我觉得 我真的非常感谢巧心 巧心呢 刚才在录之前 私底下跟我说 他说如果今天 坐在这里绝食的 是一个议员 你看政府压力大不大 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市议员 候选人 在开庭的时候倒下了 你看政府的压力大不大 但如果是个议员 或者是立委 或者是更多的 议员候选人 都来绝食 你看民进党压力大不大 所以我不担心 我也希望 抱歉 与无伦次 不要怪我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 让汉林多休息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 到这边 希望明天一切 顺顺利利与安安 那再见 OK